近些年随着寒流在中国大热 不少韩国艺人纷纷趁机打入中国市场 并在诸多影视剧作中展露头角 事业可谓发展的风生谁气 近日大型史诗巨制 书胜王羲之在京举行开机发布会 除了王仁君梁冠华等主创外 宿有韩国天然美女之称的女星金泰熙 也作为了主演亮相现场 主事让人一眼前一亮 首次中国饮品首秀金泰熙便突破戏路 挑战历史证据 并在该曲中饰演王羲之的妻子 从历史背景再到文化差异 出演如此厚重的历史角色 可见金泰熙对于进军中国 有着极大的信心 其实是中国 王仁君梁冠华等主创外观 并没有很多 但是这次电视剧 对于王仁君梁冠华等主创外观 对于王仁君梁冠华等主创外观 对于世代的文化与管理 对于王仁君梁冠华等主创外观 这次电视剧 后的予渡划外观 这次电视剧 从来的剧 是未经历化的 我不想做成电视剧 那么 我也希望在公布上 作品的作品 虽然刚进组不久 但为了配合角色需要 惊叹一切透露自己私上 已经开始练习书法 并希望通过该剧了解中国文化 各位做好优优优独播剧场——